HELLO 大家好,我是馬田 看到桌面上這兩盒東西都知道我今天會說什麼 沒錯,就是華碩最新的電競手機系列 ROG Phone 6 桌面上會有ROG Phone 6和ROG Phone 6 Pro 兩款手機都會用最新的Codecom Snapdragon 8 Plus Gen 1處理器 除了用這款旗艦級處理器之外 究竟這兩部機有什麼新功能,有多麼把握呢 放在桌面,當然跟大家開箱 事不宜遲,立即開機來看看有什麼特別 ROG Phone 6 我稱之為普通版或一般版本 所以它的包裝盒就用了相當正常的設計 如果對比ROG Phone 6 Pro的話,都是方方正正的 有ROG的logo在盒面上 亦都有這些字樣 黑色是挺特別的 但是舖板就更加之特別了 舖板就是沿用了一直以來的獨特外形 六邊形的設計 仍然都是用推拉的方式去打開 一拉,基本上就可以打開包裝盒 看到這部機 究竟包裝盒裡面有什麼呢 逐步說 先跟大家開箱的就是這個ROG Phone 6 用了一個相對比較平凡的包裝盒設計 方正的盒 上面會有一包ROG的標誌 旁邊其實也會有ROG的字樣 這邊就寫明這個ROG Phone 6 打開盒看看 打開盒之後就會看到有一張卡 有一張卡的物體 放在這裡做一個裝飾 揭開了這個包裝盒之後 這個盒子之後就可以看到一部機 一部機就出現了 那部機的下面其實也還有少許東西可以看 我想可能這個要拔一拔出來看看 沒錯,其實就會包了一個火牛 而這個火牛支援最高到65W 這個火牛支援最高到65W 一個USB-C的火牛 還有一條USB-C的充電線 也有利龍包積複助 現在看到的就是ROG Phone 6 Pro 包裝盒就相當特別 用白色就是因為要和機身的顏色同步 剛才應該都跟大家說過了 這個盒子其實就是 拉開才可以拿出一部機 只要是向左邊或右邊一拉 就是視乎你部機放在哪裡 或者視乎你手的發力點在哪裡 一拉之後就可以打開 打開後也會看到這張卡 剛才在ROG Phone 6上也看到一張裝飾的卡 或者告訴你 我們現在多謝你加入我們這個共和國 ROG共和國 這是一張歡迎的卡 也可以看到這部機的本體就在這裡 這次不是拿出來的 是拉出來 拉出來之後 可以看到底部那一層會有一隻火牛 都是65W充電的火牛 以及裡面都會有一條USB C to C的充電線 包裝上面就大概是這樣 兩款包裝盒 你們覺得哪款比較特別呢 跟大家開完箱之後 當然要看一看兩部機的真身 跟剛才都一樣 左邊這部就是ROG Phone 6 而右邊這一部就是ROG Phone 6 Pro 兩部機其實看起來設計都好像蠻相似的 但很多細位都不同 當然還有一個最大的分別地方 在機背上 究竟兩部機有什麼特別呢 我們逐步跟大家說 先說說這個ROG Phone 6 其實這部機可以跟機背看的話 其實跟上一代都相當接近 上一代的沉飾設計 或者沉飾的機身版本 都是會用了一個較亮面的設計 較亮面的機背 亦都在中間位置 大概在中間偏右的位置 如果我們在機背方面去看的話 仍然都會保留一個LED燈的顯示屏 這個LED燈顯示屏會顯示這個ROG的標誌 亦都支援阿烏拉的燈光效果 但這個顯示屏的大小 其實會比上一代大一點 相機部分 相機部分今次這部ROG Phone 6 仍然都是三鏡頭的設計 但是這個不規則的相機模組 就大了一點 連這個閃燈的位置 都是平排在相機三個鏡頭的旁邊 亦都會寫了這部機是支援8K的錄影 另一方面 這部機的旁邊 仍然都是保留了一個USB-C的插位 加上這個底部的USB-C 其實這部機是有兩個USB-C頭 亦都會有一個3.5mm的插頭 SIM卡位置仍然都是跟上一代一樣 就會有一個金屬的SIM tray 會在機身的旁邊插進去 這個黑色我手上的版本的ROG Phone 6 就用紅色代表SIM tray的位置 講完ROG Phone 6 就當然要講ROG Phone 6 Pro 剛才我說兩部機外形設計都有點相似 你可以見到這部機的外觀 其實譬如三鏡頭的相機模組 那個不規則形狀是一樣的 基本上兩部機的大小都一樣 用了6.78吋AMOLED的屏幕 所以單手用的話其實都上可 不過去到鋪板 其實外觀上這個鋪板的機背 就是用了以前ROG Phone 5 歐田尼這個設計 就是用了一個白色再加霧面的玻璃 另一方面 ROG Phone 6 Pro 也會有一個LCD屏幕 當然這個LCD屏幕 也跟上一代的ROG Phone 5 歐田尼版本一樣 可以自己加入一些不同的圖案 它亦都可以顯示一些文字 或者在手機代機的時候 顯示一些狀態、提示 來電顯示都可以顯示到 充電的話 亦都可以給大家一個充電提示 這個屏幕 跟ROG Phone 5 Pro 或者ROG Phone 5 Ultimate 大小會有少許分別 究竟有多大分別呢 我就拿了一部ROG Phone 5 Pro 和大家比較一下 我現在就拿了ROG Phone 5 Pro 比對一下兩代ROG Vision屏幕有什麼分別 其實看到兩部機的屏幕擺位 其實有些不同的 這部ROG Phone 6 Pro 擺位其實就會 吹向在機身旁邊一點 順便提提 這兩部機 今代ROG Phone 6和ROG Phone 6 Pro 都是支援IPX4的規格 即是說 其實微雨的情況之下 或者有少許汗水的情況之下 都不會影響它的操作 不會影響到部機的性能 或者令到機身有所損壞 今次的ROG Phone 6系列 不論是ROG Phone 6 或者ROG Phone 6 Pro 都是會用一個沒有流海 沒有打孔的屏幕 打起機上去 其實就不會太影響視線 亦都不會覺得有些硬硬的情況出現 兩部機都是用6.78吋的AMOLED屏幕 而這個更新率是支援到165Hz 基本上在現在的電競手機世界裏面 都是屬於高更新率的屏幕 高更新率屏幕有什麼好處呢? 在玩遊戲的時候 畫面顯示會更流暢 不過都要提提大家 其實到165Hz這麼高 亦都要有相關的遊戲支援 才可以完全發揮到ROG Phone 6屏幕 所帶來的順暢效果 和大家開完箱 亦都看過兩部機的外型 和ROG Phone Vision 細屏幕 有什麼特別之後 都要談談這個規格 兩部機和傳聞所說一樣 都是用了Quadcom Slap Dragon 8 Plus Gen 1處理器 最高可以去到18GB RAM ROM方面最多可以去到512GB 三鏡頭的設計 主鏡頭可以去到5000萬像素 亦都包括一個1300萬像素的超廣角鏡 和一個微距鏡 電池方面有6000mAh 亦都支援快充 這個電池的設計 就會比較特別 因為它會分開兩部份 又是左右兩邊 把Snap Dragon 8 Plus Gen 1處理器 SoC的底板放在中間 其實這個設計的好處 就是會把底板或處理器的熱力 放在中央 電發熱的部分 就會放在旁邊 就不會令到打機的時候 覺得某個位置 可能近手這邊的位置 會很熱 影響打機的體驗 RG Phone 6系列 都是用了Snap Dragon 8 Plus Gen 1處理器 究竟它的效能如何 其實我之前都有做過一些測試 出來的結果 都會比現在的Snap Dragon 8 Gen 1 或者以前的Snap Dragon 8 Plus 高一點 究竟高了多少 我就做了一張圖 告訴大家 現在Snap Dragon 8 Gen 1 這部ROG Phone 6的效能表現 會去到哪裏 一向以來 這個ROG Phone 6 都有不少配件可以配合使用 今次亦都有幾款配件 讓大家選購可以配合使用 例如這個Kunai 3 Gamepad 一些保護器 當然最重要的是 我手上的Kunai 3 這個Aero Active Coola 6 其實跟上一代都有頗大的分別 首先你會看到外形大了很多 左右兩邊其實有四顆按鈕 這裡有兩個LR按鈕 也有兩個按鍵在下方 後面也會有一個散熱的 膠的設計 只要把這部機器 旁邊的USB位置 對正這個Coola USB頭 一插進去 再按一按上面這個按鈕 打開 再按鈕 然後就安裝完成了 剛才提到ROG Phone 6的SoC底板 其實擺在機身的中間部分 有Aero Active Coola 6的話 剛剛好可以貼到SoC底板的中間位 就加強散熱 令到這部機器可以在高效能的情況下 都穩定操作 今天就跟大家開箱兩款ROG Phone 6的手機 包括我現在手上的ROG Phone 6 Pro 跟大家講過機身設計有甚麼特別 規格上有甚麼特別 略略都提及過 Snapdragon 8 Plus Gen 1處理器的效能 以及這麼巨型 也這麼帥氣的Aero Active Coola 6的作用 當然大家應該都很想知道 這部機器真正的效能 真正的表現是怎樣 之後的影片 就可以為大家進行一個詳細的評測 今天這條開箱片就到這裏 看見的朋友要記得 Like和Share 亦都要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記得按新片的提示鐘仔 我們在下條片再見 謝謝大家 ! 揮 concentrate 什麼 你好 你 你 你